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我是丸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考研成功上岸后,嫂子查出了怀孕,她假装摔倒住院,让我把学费给她就原谅我,不仅如此还仗着大哥的宠爱,要我爸妈给她弟弟买房娶媳妇,否则就打掉孩子,让我们家绝后。 可她不知道,我哥是抱养的,既然两个都是白眼狼,那就都滚出去好了。 爸、妈,你们快看,我被澳大露取了。 我穿着卡通睡衣从房间跑出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爸爸妈妈都很为我高兴,直夸我厉害,还说晚上带我出去吃大餐,庆祝。 嫂子却在一旁说风凉话,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不照样结婚生孩子吗?这考上了又得花不少钱吧。 她一向阴阳怪气惯了,从她嘴里说出这种厌女的无知言论出来。 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但我也不是什么软柿子,花我爸妈的钱,应该轮不到你这个外人说三道四吧。 她立刻就黑了脸,我看你就是不想出去找工作,才想继续读你的野鸡大学。 我是外人,长嫂如母懂不懂,爸、妈,我丑话可说在前头,不许拿钱给她交学费,还不等爸妈从厨房洗水裹出来。 我就养了养手里的银行卡,不好意思,读研的钱我早就攒好了,哪像你大专毕业农村出身,还自以为是,嚣张跋扈,谁给你的勇气? 嫂子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又听我这么说她,当即就恼,她伸手要把卡抢过去,被我一个闪身躲开,结果她顺势摔在地上。 捂着肚子大声哀嚎,爸,妈,快来救我呀,苏兰想谋杀你们的亲孙子了,我可是她的嫂子,她竟然对我动手,还有没有王法了,我眉头微皱,孙子,她怀孕了,爸妈赶紧跑了出来,把她从地上扶起来,正好之时大哥下班回来了,嫂子赶紧告状,说她怀孕了,我不仅骂她,还对她动手。 要是孩子保不住,她也不活了,得知嫂子怀孕,全家人都很高兴,责骂了我一顿,就蜂拥着带她去医院检查。 我冷眼看着这一切,拨通了一个陌生号码,那是嫂子恋爱了三年的前男友,对她无微不至,挣的钱全给她花。 认识我哥后,就毅然把人给甩了,没过多久,她如愿嫁到我们家,我哥对她言听计从,不仅一个月给她农村的爸妈一万生活费,还得额外给她弟弟两万。 可能觉得我哥太蠢,他又和前男友勾搭到了一起,既然他不仅,那就别怪我不义。 嫂子为了让全家人怪罪我,在医院住了下来,大哥打电话让我滚过去道歉。 我当然要去,没了我怎么上演好戏,住院部三楼,我刚进房间,一个杯子就朝我扔了过来。 蕊蕊,笑消气,我现在就让她给你道歉。 大哥好生好气地哄着她,完全不管这杯子是不是差点砸到我,她却不依不饶,现在我有了孩子,还因为她差点流产她,要是把毒盐的钱给我。 我就原谅她,我都要被气笑了,合着闹这么厉害,就是想要我的钱,然后断我读书的路。 她的嘴脸要不要这么丑恶,大哥看向我,你嫂子的话都听到了吗,还不把钱拿出来。 我勾了勾唇,我在半路碰到一个熟人,说不定看到她,嫂子就好了呢,话音刚落,陈妍就走了进来。 她静自往嫂子的病床走去,蕊蕊,你怎么样,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爸妈和大哥都惊呆了,嫂子怀孕,这是我们也不过才知道,怎么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会更先知道? 嫂子的脸色明显慌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赶紧给我滚出去,结果陈妍不紧不撒手,还握得更紧了。 大哥终于反应过来,一拳朝他过去,二人瞬间扭打成一团。 我站在一旁,说着风凉话,嫂子,我看报告你肚子里的孩子五个周了,那就是一个多月前,可那几天我哥不是出差了吗? 所以这孩子是前男友的,对吗? 他没想到我会抓住这个漏洞,目自欲裂地瞪着我。 苏兰,你这个贱人,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啪,我妈妈一巴掌朝他扇过去,冷着脸开口。 我女儿也是你能随便骂的,自己不知检点,跟我儿子结了婚,还和别的男人勾搭在一起,现在连肚子里的种是谁的都不知道,有什么资格叫嚣。 这巴掌打得大快人心,我恨不得再上去补上吉尔光,陈妍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打,冲上去就要对我妈妈动。 护士带着保安进来,才阻止了这一切。 嫂子捂着脸,哭哭啼啼地解释是陈妍纠缠他,他没有背叛大哥,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大哥的,大哥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还阴侧侧地看着我,意思是我在暗中搞鬼,破坏他们的感情。 苏兰,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不给你嫂子钱,做出这种污蔑他清白的事,跪下道歉。 我不卑不亢地站在那里,是不是污蔑,听听他前男友怎么说,陈妍这次学聪明了,为了能够尽快让嫂子离婚,他拿出二人的亲密照片, 上面显示日期正是嫂子怀孕前,然后义正词严地说道, 蕊蕊,现在你有了我的孩子你的婆婆和小姑子又这么凶悍,赶紧跟他离婚,回到我身边好吗? 大哥显然愣住了,眼里的信任也悄然崩塌,我趁热打铁地开口,大哥,你得问问嫂子的意思,万一她心里爱的是前男友,就成全她,毕竟,强扭得瓜不甜,嫂子面色猙獰地看着我,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 苏兰,你好歹毒的心,我无辜地耸耸肩,难道我还能把你送到前男友床上不成,照片都有了,你还想抵赖,难不成要她把视频放出来给我们欣赏? 爸妈听不下去了,让大哥赶紧跟嫂子离婚,就气冲冲地走了,眼看着局势对自己不利,嫂子拿起一旁的水果刀往自己脖子一放,逼着陈妍赶紧离开,否则就要自杀。 陈妍是个十足的恋爱脑,劝她不要做傻事,然后麻溜地滚了,她离开后,嫂子也没把刀放下。 而是眼眶飞红地看着大哥,成川,连你也不相信,我的话我就只能以死证明清白了,说着就把脖子划出了血迹。 大哥见状连忙阻止,快把刀放下,我相信你,老婆别做傻事,没有你我也不活了。 她松开了刀柄,抱着大哥哭得梨花带雨,说陈妍那张照片是以前的,时间也是PS的,就是为了让全家人误会她。 还说陈妍这么做是我指使的,我心道,她说的道也是实话,今天这事不过是给她个教训,因为我要赶走的。 不止她一个,离开了医院,我回家安抚了爸妈,说大哥已经决定要跟嫂子离婚了,让他们别生气,结果好几天都没他们夫妻的消息。 再次看到嫂子,她又恢复了从前那意气风发的高傲进。 这天,我们一家三口正在吃午饭,大哥带着嫂子举止亲密地进了家门,跟在后面的还有嫂子的弟弟。 他弟弟二十二岁,初中辍学,一直在外面鬼混,不仅染个黄毛,手臂全是纹身,还叼着烟,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他们三个不请自来地坐在了沙发上,嫂子率先开口。 爸、妈,我弟弟要结婚了,还差套婚房,你们出钱给他买一套,才理我来想办法。 他的不要脸程度再次刷新了我的三观。 以前他刚嫁到我们家时,温柔懂事,我一度以为我大哥是烧了高香,才找到这么漂亮又体贴的老婆。 没过多久,他就露出了真面目,不仅要家里停掉我的零花钱,还爱发脾气。 他买个包几万块,我买条裙子都要被说矮了撑不起来。 我考研熬夜刷题,看书。 他半夜饿了,还得让我煮宵夜。 我感冒发烧,让他开车送我去医院。 他说要睡美容觉,我只能大晚上在寒风中打车去看病。 当初我以为忍忍就好了,但换来的是更变本加厉。 所以现在我不忍了,一定要让他后悔招惹我。 大哥有了老婆,就不把我和爸妈放在眼里,任由这个女人挥霍家里的钱财。 帮衬他那没用的弟弟和父母,那也都滚出这个家好了。 见我们都没说话,嫂子的弟弟张磕两条腿搭在茶几上,吐了一口烟圈。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给我买房娶媳妇,我就让我姐给你们家生孙子。 我冷笑出声,你自己没用,父母没用。 你姐好不容易找了我大哥这样的冤大头, 就逮他一个人后,张磕不屑地瞧了我一眼。 二十多岁都嫁不出去的老女人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还想去读什么破言。 我看你脑子都读傻了,爸爸脸色很难看, 他没想到大哥不仅没跟嫂子离婚, 还把他弟弟带进家门,要求我们给他买房子。 更离谱的是,还用嫂子肚子里的孩子做腰鞋。 妈妈冷冷地开口,张磕,你姐没告诉你吗? 她肚子里怀的不是我们苏家的种,你威胁错人了。 张磕闻言立刻就炸毛了。 他瞪着嫂子,你又跟姓陈的搞到一起了, 要是我结婚没有房子,看爸妈怎么收拾你。 嫂子连忙撞了撞大哥的肩膀。 大哥坚定不移地表示,肚子里孩子是他的,已经做了鉴定。 那天的事只是误会,爸妈将信将疑, 看到检查报告后,才没说什么。 因为我爸想抱孙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想一家人再继续闹不愉快, 于是决定退步。 小蕊,你弟弟结婚我们家是该表示, 这样,我给十万块礼金, 你觉得怎么样? 嫂子还没回答,张磕就反对。 十万,打发叫花子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一百万随随便便能拿。 我只要房子别的没门, 大哥坐在那里,没说一句话, 看来是认同的。 我挑了挑眉,要房子也不是不可以, 正好我妈妈准备给我买一套, 不然给你好了,这还差不多, 算你识相,别浪费张磕立刻喜笑颜开。 时间了,就现在去买, 全款,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慢悠悠地继续说道, 只要你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 叫我一声妈,我们立刻就去买, 她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恶狠狠地盯着我, 臭娘们,你再要我, 我是你妈,才能给你买车, 买房,张罗你结婚生子, 否则你哪来的狗脸跑来这里提要求, 砰的一声, 张磕把茶几上的烟缸往地上一摔, 撸起袖子就要上前来打我, 我嘴角微勾, 一个过肩摔把她放倒在地, 一拳击一拳揍得她鼻青脸肿, 连连求饶, 嫂子见我打她的宝贝弟弟, 尖叫着跑过来阻止, 苏兰,给我住手, 你再继续,我就报警了, 我手中动作,没停, 报啊,我看她那样打架斗欧没少, 看警察是抓她还是抓我, 张磕吓坏了, 连忙叫她姐姐别报警, 最后我打累了, 按着她的脑袋, 现在,还张吗, 她欺软怕硬挂了, 不知道我一个弱女子, 武力值居然这么高, 吓得直摇头, 说自己错了, 然后夺门而逃, 嫂子没想到我竟然会泰拳, 也有些下着了, 不过她很快就赚了转精明的眼珠子, 爸, 你是铁了心不愿意 给我弟弟买房吗, 向来能掩饰情绪的爸爸脸色 一如既往的难看, 她毫不犹豫地点头, 不买, 我没钱, 有钱也该给我女儿买, 嫂子最讨厌我, 听到爸爸说给我买都不给她弟弟买, 顿时就怒了, 她指着她的肚子, 你们买不买, 不买我就把孩子打了, 让你们家绝后, 爸爸果然急了, 小蕊, 有话好好说, 凡事都可以商量, 我妈倒是对她十分厌恶, 爱打就打, 觉得也不是我苏家的后, 嫂子知道说通我爸才是关键, 于是又是以大哥出马, 大哥皱着眉头, 爸, 就给蕊蕊弟弟买一套, 三是吧, 医生都说了他气不得, 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难道就高兴了吗?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大哥, 我以为陈妍已经是恋爱脑中的极品了, 没想到你比他还脑残, 让自己爸妈辛苦挣的钱, 给别人的儿子买房结婚, 你还是不是个东西, 有本事就自己买, 他把阴历弟目光落在我身上, 一度认为发生这些事, 全都是我在丛中作稿, 于是猛地一拍桌子, 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 在胡搅蛮缠, 就收拾东西给我滚出去, 妈妈听不下去了, 够了, 该滚的是你们两个胃不熟的白眼狼, 大哥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扔下一句, 那就别任他这个儿下, 带着嫂子走了, 带人都走完之后, 我拉着爸妈的手, 你们别生气了, 为这种人不值当, 爸爸重重地叹了口气, 都怪我, 想当初就不该见他可怜, 把他抱回来, 养, 我没听懂爸爸的话, 谁, 我大哥嘛, 妈妈跟着点头, 是啊, 你大哥是我们抱养的, 后来才有了你, 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把他拉着大, 他却一门心思扎在这样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身上, 罢了, 罢了, 他要是再不知悔改, 我们也只能跟他断绝关系, 我的心止不住激动, 原来自始至终, 只有我才是爸妈亲生的, 大哥纠战却朝不说, 娶个女人回来还觉得苏家的一切都是他的, 现在好了, 就连他老公都不是我们苏家人, 更别说他肚子里的野种了, 想到这里, 我赶紧联系宋颜, 让他帮我查查大哥的亲生父母还在不在, 等了五天, 终于等到了消息, 我去了我们经常喝茶的咖啡厅, 和他见了面, 许久不见, 感觉这家伙又帅了不少, 怎么样, 查到了吗? 宋颜把资料推到我面前, 时间太久远, 根本没什么蛛丝马迹, 不过谁让我是个电脑高手呢? 我拿过去仔细翻看, 发现当年那对夫妻已经出车祸死, 可能也是抛弃孩子的报应吧, 看来找亲生父母让大哥认祖归宗, 离开苏家这条路行不通了, 见我脸色不是很好, 宋颜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由于我们从小就认识, 关系特别铁, 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告诉了他, 他沉默了好久, 才问我, 你想让那个白眼狼净身出户, 我郑重点头, 是, 他就是养不熟的狗, 看不见爸妈的辛劳, 把钱全都花在张蕊身上不说, 还要给外人买房, 简直脑残到家了, 他今天能提出给张蕊弟弟买房, 明天就能听张蕊的把我赶出家门, 后天就能让我和爸妈一无所有, 如果他是我亲大哥, 或许我还会心慈手软, 但他不是, 还如此没脑子, 最好有多远滚多远, 宋颜明白了我的意思, 然后给我出了个主意, 我眼睛一亮, 给他点了个大大的赞, 回家后, 我就让爸妈冻结了大哥所有的银行卡, 自己发了个世事无常的朋友圈, 等待鱼儿主动上钩, 果不其然, 第二天早上, 大哥就带着嫂子回来了, 看着屋内一片狼藉和面如土色的爸妈, 嫂子最先忍不住发问, 催债的电话都打我这来了, 你们不会是为了不给我弟买房, 故意演的戏吧, 他倒有几分小聪明, 不过只猜对了一半, 我表现得最为悲伤, 整个人都恍惚了, 拉着大哥就开始哭诉, 爸投资失败, 几百万全部打了水漂, 为了回本, 他还借了高利贷, 现在催债的人天天上门要钱, 我都快疯了, 见我不像庄的, 嫂子连忙把我的手掰开, 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看来恶人有恶报, 你苏兰也气张不起来了, 大哥倒不关心我难不难过, 而是看向爸妈, 爸, 兰兰说的是真的吗? 我爸抹了一把脸, 垂头丧气地没有说话, 妈妈一边哭一边说道,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只能把, 那两套房子卖了就急, 成川啊, 爸妈什么都不求, 就想你和你妹妹好好的,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 你更要担起责任, 嫂子见一向高傲的妈妈如此, 低声下气, 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她双手抱毙, 冷冷扫了我们一眼, 现在知道求你儿子了, 之前让我们滚的是谁, 我也是你们家的一份子, 卖房的钱必须分我一份, 既然已经没能力给我弟买房了, 给我点钱总不过分吧, 我生气地拒绝, 凭什么要给你, 高利贷翻了十几倍还账都不够, 给了你, 我们喝西北风去吗? 大哥打断我的话, 让我们就按照嫂子说的办, 否则他就不同意卖房, 因为那两套房也有他的名字, 我心到好一个冷血无情的白眼狼, 家里遭难急需还账, 他却只想着他那一份, 要占位己, 哟, 看我怎么让他们夫妻一无所有, 流落街头, 正在我们犹豫之际, 催债的又来了, 好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啪啪啪地敲着门, 我吓坏了, 躲到爸妈身后, 不敢探头, 嫂子也抓着大哥的胳膊, 怎么办, 我们赶紧走吧, 大哥点了点头, 把门打开了, 为首的刀疤男一把将他推了进来, 还想跑是不是, 什么时候还钱, 在拖延时间, 信不信我揍死你们, 嫂子赶紧陪笑, 大哥, 有话好好说, 我们跟这家人没关系, 冤有投债有主, 他们就在家呢, 你们进去就行, 几人将信将疑地看着他, 是吗, 那还不赶紧滚, 误伤到了我可不负责, 他麻溜地拉着大哥跑了, 完全不管我们的死活, 看到这里, 爸妈已经对从小悉心培养的儿子彻底失望, 人只有在危难时刻才能看清楚真面目, 很显然像张蕊和苏承川这样的人, 自私自利, 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他们离开后, 刀八哥朝我笑了笑, 怎么样, 苏小姐演得还行吧, 我点点头, 给了他们剩下的钱, 把人打发走了, 接下来便是张罗卖房的事了, 那两套房子市值五百多, 我找宋妍, 以最低的价格卖给了他信得过的兄弟, 让大哥去签的合同, 到手三百五十万, 他一直说我出手太急, 竟然以白菜价就卖了出去, 我说我们等的, 那些催债的等不得,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年纪已经大了的爸妈, 天天被这样折磨, 他没再说话, 扣下了六十万, 要交给嫂子, 我说他拿走这么多根本不够还债, 他让我自己想办法看着他决绝离开的背影, 我眼底一片晦暗, 打车去找了宋妍, 把钱还给他兄弟, 将卖出去的房子重新过户到我名下, 宋妍问我损失的那六十万怎么拿回来, 我勾起唇角, 他现在急需钱给张蕊弟弟买房, 给他设个局, 让他连本带利地吐出来,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说包在他身上, 回家后, 我美美地泡了个热水澡, 然后用小号加了张蕊, 朋友圈全是豪车名牌, 营造一个白富美的人设, 跟他聊得热火朝天, 我说我是苏承川的朋友, 微信也是他推给我的, 说他真是年轻有为, 才二十多岁就赚够钱, 回老家开养殖场, 很佩服他的魄力, 他被我捧得飘飘欲仙, 完全忘了自己本来的身份, 所谓的养殖场, 不过是大哥出钱给他父母 在农村包的养鸡场, 他被我迷得团团转, 连续几天都主动找我, 我晾了他几天, 然后在他急得不行的时候, 要跟他断绝联系, 说他有女朋友还跟我暖妹, 简直不要脸, 然后把他删了, 他自然就把这笔账算在了大哥头上, 不仅跟女朋友分了手, 还去质问大哥, 彼时大哥已经完全被赌博迷了心智, 只想着翻本, 根本不搭理他, 还打了他一顿, 再次见到他们夫妻俩, 是在中秋节那天, 嫂子特意买了月饼, 收敛了满身的刻薄和力气, 看到我还招呼我过去, 小兰, 你是不是要开学了, 嫂子没什么给你的, 这个项链送给你, 我看着她手里的项链, 心下止不住冷笑, 这不是我买来还没带过就丢了的那条项链吗, 她真以为我是傻子, 连自己的东西都认不出来, 不过我并没有表现出来, 不动声色地收下, 然后很是委屈和不甘地说道, 钱都还债了, 我哪还有机会去读, 只能出去打工了, 她最见不得我好, 所以听到这话, 嘴角忍不住地翘起, 但又不能表现得很明显, 因为这次回来, 是有目的的, 于是耐心地安慰起我来, 谁说没机会了, 爸妈肯定砸锅卖铁都要供你去读啊, 更何况这套房更值钱, 要是卖了你又是无忧无虑的千金小姐了, 我就知道她在打着套房的主意, 可惜名字是爸妈的, 他们无权做主, 如今大哥已经把本来准备给张科买房的钱输光了, 他们私底下肯定炒了不少价, 最后才统一战线, 来忽悠爸妈把房子卖了, 将钱占为己有, 大哥态度诚恳地走到爸妈面前, 说他知道错了, 不该说那样的气话, 还问有多少债煤还完, 需不需要他帮忙, 爸爸说还差几十万, 如果那天大哥没把那六十万拿走, 就能还清, 大哥撒谎说那钱要存着给嫂子生孩子用, 然后进入正题, 提议爸妈把住的这套房卖了, 妈妈立刻反对, 连这套房也卖了, 是要我们去住天桥底下吗? 你上了这么多年班, 一点钱都没存下不说, 还趁火打劫把那六十万毒吞了, 要不是打着房子的主意, 恐怕早跑远了, 生怕被催债地缠上, 我说得对吗? 嫂子是个暴脾气, 加上我们家已经破产, 更加不把妈妈放在眼里, 我说你这个死老太婆有没有良心, 现在我们回来不就是在想办法吗? 不把这房子卖了, 高利带利滚利, 你们一辈子都还不清, 废话那么多, 赶紧把房本拿出来, 他还说已经把房源挂出去了, 不久就有看房的人来, 让我们十项就卖了换钱还债, 也好给他点损失费, 爸妈坚决不同意, 气氛就这么僵持着, 最后嫂子使出了撒手锏, 你们卖不卖, 不卖我就把孩子打了, 让你们家绝后, 我笑得前方后仰, 张蕊, 你不会真以为拿肚子里的野种就能威胁到爸妈吧? 他打了大哥一下, 让大哥来说, 大哥瞪着我, 蕊蕊肚子里是我的孩子, 我是苏家的长子, 我要卖房, 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我妈冷哼一声, 把亲子鉴定报告甩出来, 苏承川, 给我看清楚了, 你是捡来的, 根本就不是我亲生的, 蓝蓝才是我们唯一的女儿, 你爸妈把你扔到垃圾桶, 是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不知感恩, 还伙同外人算计我们家的财产, 简直诸狗不如, 此话一出, 大哥浑身一僵, 连忙扯, 过去仔细看, 发现他和我爸医学上父子关系不成立之后, 整个人都崩溃了, 不, 不可能, 你们骗我, 我双手暴毙, 非常好心地告诉他, 我们家没破产, 房子也没卖, 两套房都在我名下, 包括现在住的这套, 我还要出国留学, 嫂子也懵了, 他想过很多种可能, 完全没想到, 自以为手握最大的筹码, 竟然是张废牌, 他知道我们家已经完全把大哥架空了,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净身出户, 于是朝大哥大声骂道, 搞了半天你才是不知道哪来的野种, 算我看错你了, 说吧, 他拎起包就跑, 生怕被大哥缠上, 嫂子走后, 大哥跪在地上求爸妈不要赶他走, 说我只是个女孩子, 以后要嫁人的, 不能给他们养老, 但他不一样, 他会给爸妈养老送中, 我吃笑, 都到了这种时候, 他还在拉踩我, 苏承川, 爸妈辛苦把你养育长大, 你却为了张蕊这种败金虚荣的女人, 把我们家的钱当纸一样送出去, 家里被催债的上门, 你不管爸妈和我的死活, 跟我们撒青关系跑了, 卖房的钱不够还债, 你还是毫不犹豫扣下六十万私吞, 像你这种人, 别说不配做我们苏家的人, 你连畜生都不如, 滚出去, 他恼羞成怒, 冲上来要打我, 宋妍及时带人来阻止了, 还把他打一顿扔了出去, 这天过后, 我就通知下去, 苏承川不是我爸妈的儿子, 让各店的店长看到他就把他赶出去, 还发朋友圈广而告知, 让朋友们不要借钱给他, 我知道他苟急跳墙, 啃走会做出极端的事, 索性换了索, 带着爸妈出国旅游去了, 在英国整整住了一个月, 我开学了, 爸妈回国之前, 我特意让宋妍雇了保镖, 保护他们二老的安全, 毕竟, 这个社会有钱, 能办成很多事, 开学后, 我就把所有心思放在学术研究上, 人只有不断进步,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像张蕊那样, 自以为能靠着美貌不劳而获的女人, 最终也都会一无所有, 这三年我过得十分充实, 一边创业一边学习, 毕业后成功拿到研究生学位证书, 回国开了一家原创设计师服饰品牌公司, 彼时宋妍已经接手了家里的公司, 西装革履, 成熟稳重, 我们时隔多年再次坐到一起吃饭, 心境都不一样了, 他喝了一口红酒, 朝我问道, 不想知道你那个大哥的近况吗? 我笑了笑, 表示毫无兴趣, 毕竟他和张蕊不过是我人生中的匆匆过客, 我只做我该做的, 至于离开了苏家, 他们过得好与坏都跟我没关系, 宋妍的反骨犯了, 我越不想知道, 他就越要说, 原来我带着爸妈离开荣城之后, 苏承川就经常蹲守在 我会出入的地方, 还联系了之前一直追我, 但我不同意地混混, 想把我弄到对方床上, 生米煮成熟饭, 后来得知我们都出国以后, 又去找张蕊, 张蕊早就把孩子打了, 跟了个有钱的老男人, 他一气之下揍了那老男人一顿, 然后被对方送进牢里关了几个月, 出来后跟张蕊离了婚, 那辆奔驰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财, 不过卖了都被张蕊分去了大半, 有了暗迪以后不好找工作, 他又清闲惯了, 整日在出租屋里喝酒买醉, 至于现在, 还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倒是张蕊, 跟的那个老男人有家事, 被人家老婆抓起来打得半死, 还滑滑了脸, 我皱起眉头, 没有想象中大快人心, 也没圣母心泛滥觉得他们太惨, 因为他们已经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这三年爸爸的公司发展日渐壮大, 身价早已上亿, 我们换了大别墅, 有专门的佣人管家和保镖, 爸妈买的每套房产和车产都写在我名下, 还给我攒了上千课的黄金做嫁妆, 可我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 一是怕找到像张蕊那样为了钱的伴侣, 二是怕嫁出去以后没人照看爸妈, 毕竟我是独女, 家大业大的, 很难找到个真心人, 索性就不找了, 杜绝这些隐患, 吃了饭之后, 宋颜开车送我回家, 爸妈看到他十分高兴, 要留他吃晚饭, 还问了他很多我觉得太刨根问底的问题, 最后二老一致决定他很适合做我男朋友, 问宋颜对我有没有意思, 我尴尬得不得了, 连忙开口解释, 爸妈, 我们就是很铁的朋友, 你们这样都把人家说得不敢来家里了, 妈妈却不这么认为, 她争详地看着宋颜, 小宋, 你说说, 对我们家兰兰什么感觉, 当初可多亏了你, 才摆脱了那两个白眼狼, 自从他们离开后, 我们家的生意突飞猛进, 他爸的身体也渐渐好转了, 看来真的不应该随便发善心啊, 我赶紧给宋颜使眼色, 让他借口有事离开, 否则还不知道妈妈要说出什么惊人的话出来, 奈何宋颜根本没有眼力见, 还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伯母不用客气, 这都是我该做的, 我妈见状趁热打铁继续发问, 那你现在应该没谈女朋友吧, 我们家兰兰也单身, 你看要不要, 妈妈, 我连忙打断她的话, 脸已经红得不正常了, 宋颜看了我一眼, 悠悠地问我, 怎么, 我很拿不出手吗, 我被口水呛到, 对她这话很是惊恐, 不是,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阿颜, 你听不出来吗, 我妈要撮合我们两个呀, 她了燃点头, 我知道, 你知道, 还, 好吧, 我才是小丑, 爸妈, 健壮, 高兴得不行, 拉着宋颜的手, 又开始进行深一层的灵魂发问, 她都一一回答, 非常诚恳, 这下, 我终于反应过来, 为什么我一回国就要约我吃饭, 特意送我回家, 还不走了, 这男人是有备而来呀, 最后他们相谈甚欢, 还一起吃了晚饭, 临走前宋颜问我, 明天有没有空, 带我去以前的小学逛逛, 随着戎城经济突飞猛进, 小学那边已经是老城区了, 我还挺想去看看有没有变化的, 于是答应了她, 第二天, 我特意化了个淡妆, 穿上香风套装, 看上去活脱脱一枚富家小姐, 妈妈见我认真打扮自己, 说我开了窍, 让我早点把宋颜变成她女婿, 我嘴上说着讨厌, 心里却乐开了话, 其实我是喜欢她的, 毕竟从幼儿园就是同学, 用青梅竹马来形容, 也不为过, 下车之后, 她牵起我的手, 在曾经的校园逛了一大圈, 还说要带我去吃一家社区火锅, 特别好吃, 我跟她穿过老小区走进巷子里, 突然听到熟悉的声音, 是张柯的, 她正在殴打着一个女人, 给不给我钱, 不给信不信我打死你, 宋颜刚要上前阻止, 我们就看清了被打女人的脸, 张蕊, 张柯的结婚, 也就是我的前嫂子, 以前我就觉得她弟弟不是个好东西, 没想到竟然连亲姐姐都打, 而张蕊已经完全没了 当年意气风发的骄傲镜, 穿着廉价又暴露的皮裙, 半个胸都能看见, 化着很浓的妆, 也掩盖不了脸上那道蜿蜒的疤痕, 没想到那老男人的原配下手这么狠, 不过都当了小三, 就得付出应有的代价, 她看见我愣了好几秒, 然后面色猙獰的要扑过来打我, 我闪身躲开, 看来离开了苏承川, 你的日子也没想象中那么好过, 张蕊顿时失去了理智, 朝我破口大骂, 都怪你这个贱人, 要不是你, 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还有苏承川, 是他害我毁容, 你们兄妹俩都是畜生, 今天我就要让你付出代价, 她说完看像刚刚还在打她的张科, 愣着做什么, 就是这个女人害我们流落街头, 还欠一屁股债, 你要是想还账, 就把她抓了, 张科本来因为之前被我狠狠打过一顿, 有些怕我, 但比起这些, 她烂赌欠的债要剁手指更加可怕, 加上这几年被打得皮糙肉厚, 也练了点本事出来, 于是看我的表情, 就跟我是一堆几百万现金那么贪婪, 宋颜皱起眉头, 兰兰, 你先退后, 我来解决, 刚说完, 张科的拳头就挥了过来, 二人瞬间打得不可开交, 而张蕊也没闲着, 大声叫他楼上的爸妈下来抓我, 我心下冷笑, 看来他们这家人觉得现在还不够惨, 要进去吃牢饭才行, 于是我一边发送位置给妈妈让她报警, 一边往后躲, 张蕊的爸妈我只见过两次, 一次是订婚, 一次是结婚他们在农村带惯了, 别的没有, 一身蛮力倒是有的, 看到我跟看到仇人一样, 拿着铁棍就跟着我追, 我假装捂着手提包, 怕他们抢, 夫妻俩见状知道我包里肯定有钱, 追得更加凶悍了, 最后我的包被他们抢走, 我也被抓了, 宋妍把张科制服后, 张蕊已经挟持住了我, 她神色凝重, 先把蓝蓝放开,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发, 张蕊不知道哪里冒出来, 一把匕首落到我脖子上, 咬牙切齿地说道, 她害我害得这么惨, 我要她的命, 说着就要对我动手, 她爸妈连忙阻止, 说我们家现在这个有钱, 让我爸妈拿钱来赎我, 比杀了我更有价值, 但张蕊好歹是懂法的, 他知道自己现在骑虎南下, 就算真的从我爸妈那里要来了钱, 也会被警察抓, 于是挟持我后退了好几步, 神色激进疯狂地大吼, 够了, 你们每天让我同后不同的男人挣钱, 最后全给你儿子拿去赌博, 我不过只是一个赚钱, 工具, 都怪你, 苏兰, 要不是你火同你爸妈, 把我和苏承川赶出家门, 我会这么惨吗, 今天我就要你死在这里,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张蕊的爸妈怎么允许他们的摇钱术就这么死了呢, 更何况绑架我还能大赚一笔, 于是不顾一切地冲上来抢人, 宋妍趁乱把我从张蕊手里解救出来, 警察也在此时赶到, 把我们全都带走了, 经过调查取证, 他们一家分别犯了绑架勒索, 抢劫和故意伤人罪, 被关了起来, 等待法院判决, 爸妈赶来的时候, 我们刚出警局大门, 见我没事妈妈才停止了哭泣, 一家人驱车回去快到别墅的时候, 远远看到门口站了个人, 定睛一看, 正是苏承川, 他见我们回来, 快不上前, 爸, 妈,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你们让我回来吧, 回想起宋言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眼里全是冷意, 本以为爸妈见他穿得破破烂烂, 胡子拉茶, 晦起侧隐之心, 松口让他进屋, 没想到一向心软的爸爸, 却直接拆穿他, 你并没有知错, 只是在外面兜了一圈, 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 觉得还是苏家的儿子最好做, 才后悔莫及, 你这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人, 最好有多远滚多远别脏了我的地, 再不滚我让保镖来赶人, 说着就带我和妈妈进了门, 一个眼神都没留给他, 他终于怒了, 疯狂地拍打着别墅大门, 嘴里骂着不堪入耳的脏乌言语, 还说只要他活着一天, 就一定找机会弄死我, 让我们苏家绝后才能解他心头之恨, 不过很快他就被保镖殴打了一顿, 彻底安静了, 爸妈担心他那样的亡命之徒 真会对我做什么, 让我先出国躲躲, 我笑了笑, 宽慰他们不用担心,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 只要他出现在别墅附近, 宋言都派不同的人套着麻袋揍他一顿, 没多久, 就再也没见他的踪影了, 彼时我跟宋言的感情也突飞猛进, 求婚那天给足了我惊喜和感动, 我哭泣着答应了他, 然后紧紧相拥, 其实我最该感谢的人也是他, 如果没有他的帮忙, 当初把张蕊和苏承川那两个白眼狼, 赶出家门的进度不会那么快, 日子平静地过着, 没多久, 张蕊一家人的判决结果也出来了, 他爸妈犯了抢劫和绑架罪, 各判五年, 张科一年, 张蕊两年, 我听到这些内心没什么变化, 倒是觉得张蕊特别可悲, 明明父母和弟弟都是吸血鬼, 还是纵容着他们, 跟苏承川离婚后找老男人, 也是为了不断他弟弟的生活费, 最后被人家原配打得鼻青脸肿, 还毁了容, 本以为他爸妈会消停, 他自己也能悔悟, 结果更加堕落, 在出租屋接起了课, 但愿他能在牢里好好改过自新, 出来以后为自己活, 宋颜从背后还住我的腰, 问我在想什么, 我回过神, 转头亲了亲他的脸颊, 在想你, 他眼神顿时幽深到了极点, 瞬间把我打横抱起, 朝卧室走去, 情到深处, 他让我嫁给他, 我眨了眨眼睛, 问他我要是不同意呢, 他拉着我又来了一次, 说不同意, 那就做到我同意为止, 最后实在是被他整怕了, 我满口答应, 本以为只是情趣, 结果他第二天就带着父母到我家提亲, 两家相谈甚欢, 将婚事拍板, 定在三个月后, 也好给我们时间拍婚纱照, 做婚前准备工作, 沉浸在被婚喜悦中的我收到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大哥出车祸了, 经过抢救, 没死, 但是成了植物人, 爸妈念在往日情分上, 安排了护工照顾他, 而我也如愿成为宋颜的新娘, 跟他出去度起了蜜月, 他对我一如既往地体贴入微, 让我忘了那些不愉快, 结婚一年后, 我就怀孕了, 顺利产下一个女儿, 取名宋苏月, 我有什么小女儿? 我没有想知道, 我可以兴认识宾,